最近啊,人民日报呢,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自媒体点赞背后的逻辑 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看自媒体是发达吧 它是一个社交化的一个平台 那么有的人给你写原创文章 你看了这个原创文章了 然后呢,阅读量呢,可能一百万 但是点赞的没有几个 我们现在以我这个比例啊 点赞的比例是千分之一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千万人看了 然后呢,有几个人点赞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为什么互联网社交化 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越来越顺畅 但是人呢,点赞呢,越来越少了呢 这里面提到一个词 叫做群体方便背后的冷漠与封闭 你会发现啊 说以前我们在那个线下都很热情 邻里啊,然后那个朋友之间啊 大排档啊,就是说啊 都能够敬杯酒,然后相互之间聊 但是互联网什么呢? 这个链接啊,手段越来越多啊 我们的交流和互动越来越多 反而让我们这些人全冷漠了 全封闭了啊 这也是什么呢? 也是现代互联网的先进的工具 与我们冷漠 人群冷漠之间的什么呢? 递减 就是一方面啊 互联网先进的工具 让我们链接的成本越来越低 但是呢,面临着什么呢? 面临着我们的人群越来越冷漠 越来越封闭的这样的一个什么递减 然后呢,并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共享和链接世界的这一步 要想达到共享和链接世界这一步 要想能够实现我们人人都能分享 人人都能自由开放 一定是先提高我们网友和互联网者的这种素质 然后有一个开放的心 而不是强求于什么智能化的推荐和智能化的推送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很多人呢,他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可以接受线下几万块钱的课程 比如说我排训微商的时候 一堂课是19,800 大家可以参加 然后呢,参加完了交了钱还会说好 但是大家不会为我19,800几万块钱的课程 然后的话呢,分享成短视频点个赞 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现实 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啊 我们就应该什么,更加淡然一些啊 更加呢什么,面对啊 比如说我这原创文章 没有人点我赞 我这个短视频我发的很好 也没有人来观看 很正常啊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人群的冷漠啊 为了更好的做好自媒体 一定要接受和面对人群冷漠的这个事实 那很多人还骂你呢 是不是啊 像我做这个自媒体当中的话呢 喷我的很少 那很多很多人都喷 基本上每天都见几十个 我这是什么 我这是几天偶尔见一个 啊 呃,我是红鹤啊 每天给大家分享和分析 有关于互联网创业影响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互联网工具的链接越来越发达 和人群互联网的越来越冷漠 宁愿在线下啊 交几万块钱 也不为你点个赞 这个现象 大家可以展开讨论啊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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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